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念的有声书是《清新故事》 第九十四则 它的题目是一念慈悲 愈命改 换句话说就是一念慈悲 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一个小沙迷从小离开父母 跟随师父出家学到 这位师父是已经得到的阿罗汉 有一次用神通的慧眼一看 这个才十二岁大的徒弟 只剩七天的寿命 如此难堪的事不好当面说破 于是告诉他 小沙迷 你好久不曾回去探望父母了 明天起 你回去和父母相聚一段时间 不明就里的小沙迷 乖顺的背起简单的行囊回家 一星期过去了 虽是证悟的师父 想到年纪轻轻的徒弟 就此离开了人间 心头不由得一阵黯然 过了数天之后 师父正为徒弟默默祝导 突然看到小沙迷活蹦乱跳的 从外面回来了 气色红润 一点病容也没有 师父很纳闷的就问他说 你回去父母都好吗 最近你都做了什么事呢 这位小沙迷说 报告师父父母都健康无恙 我回去一直陪侍在他们身边 嗯 师父在耐心的探问 最后终于查出整个事情的真相 原来小沙迷在回家的半路上 经过一个池塘 看到一群蚂蚁困在水中 手忙脚乱抵挣扎求生 小沙迷看了慈悲心一起 拿了一片荷叶 耐心的把一只只水淋淋的蚂蚁救上岸 由于这一念慈悲 不但救活了众多的蚂蚁 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其实这样的事迹在历史上也有记载 就是送交他们兄弟发生的事 所以 虽然我们的命运是上辈子 我们自己注定的 就是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 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是 当然是我们上辈子造的因 但你到这辈子要怎么改变命运 这就很重要了 所以普通的人是没有办法改变命运 但是你只要做大善事或大坏事的人 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然这两边的结果是不一样的